醫生現在是許多人 挑這個另外一半首選對不對 真的嗎 一直來都是啦 也不是只有現在 醫生得高望重 地位很高嘛 對不對 收入也高 收入也高 因為迷人啊 因為他都在幫助人 而且會穿醫師袍 醫師袍 白色醫師袍 你帥對不對 妳有跟醫生曾經有過 一段美麗的 從來沒有 但是我一直都很想要 跟醫生交往看看 這感覺就很像是 你們一直很想要跟櫻花妹交往 的那種感覺 很像 比喻太好 對 因為我都沒有辦法認識醫生朋友 對啊 你有醫生朋友的話 妳這樣這一集出來之後 大家都會幫妳託健 醫生排隊 真的 這個其實妳不要說 一般人是這樣 誰 妳嗎 妳很積極 我沒有看到她這個積極 難怪這一集穿這樣 大概還有什麼擇有條件 就是說她 當然第一個一定要未婚 未婚 然後是醫生 幾歲以下可以 五十 五歲以下可以嗎 五十 四十五 四十五 以下 這應該很年輕 可以喔 對 OK啊 現在醫生都很年輕 然後二十歲以上 二十歲 當然 二十歲 二十歲 當醫生也很難好不好 她要跳棋 跳棋 再跳棋 醫學院要畢業先 然後還要再唸那個還考 我可以等她 我可以再陪她 可是現在很多都是 她基本上醫生 她只要在醫學院 妳就要先把她撐起來 因為她們都已經在 她們是實習生的時候 醫生的時候就已經 在慈場的時候就被撈起來了 就已經被撈起來了 也會分手吧 就是 妳要從中過程 妳要在學校等… 拜託 就一輩子都不會單身的嗎 不是 我們今天要聊的 就是有關於這個 對不對 她們明明可能有些已經已婚了 但是又跟別人產生感情 在台灣嫁給醫生 就好像是嫁入好門一樣 是許多女生的第一選擇對不對 在各國也是這樣子 其他國家一樣嗎 舉圈插牌 來 也是大部分都是圈 對不對 西田一定是圈了 在日本的確 醫生的地位也是很高的 日本女生想嫁給醫生 對 但大部分都是為了錢 還有為了父母 那我的朋友 有一個朋友 不是為了看幣比較方便 對 對不對 他18 18歲 就聽父母的話就嫁給醫生 因為 因為是父母的夢想 因為在日本就醫生的地位很高 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是 因為醫生賺到的錢比較多 那醫生他的家庭比較窮 所以醫生就願意付錢 然後他們結婚之後的生小孩 小孩的錢就他付的 他小孩已經送到美國念書 過得好好 所以他說 一點都沒有後悔 就沒有 完全沒有後悔 就是沒有真愛 可能就可以沒有真愛 對 可是 為了父母 為了錢 台灣有三科其實滿算性的 什麼 一枕二皮 三小兒 前三名 第一者整形 整形 第二個皮膚 第二個小兒科 是全台灣前三名多精的醫師 所以你們要找 不要隨便亂找 要找那個沒有 就是一定要自己自費項目 多一點的 對… 對啊 你去找健保都給付 我可以告訴你 你會想下給別科醫師 因為你自己的先生太窮了 我也很推薦大家常常去掛急診 急診好多帥哥醫生 真的假的 因為急診都是菜鳥年輕的醫生 對 都是不好的 都是鮮肉 但是他們都很帥又很年輕 天啊 我每天都骨折過 真的 真的假的 男狗哥 今天讓他打斷你的腿 天啊 你一拍一拍 打我 真的是 好 來 舞陽 譬如說在巴西呢 在巴西 妳如果加給醫生 就好像腫樂透的概念 就是錢太多了 我們巴西那個 前10名的置業醫生是排第一名 給你們個數字好了 我們巴西的低薪是 1千2百塊8幣 大概賺個7千台幣很低 那醫生呢平均中多少 1萬5到1萬7 8幣 這個就是好幾倍的數字 10倍 10倍以上了 除了這個以外呢 巴西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我們的健保太貴了 就是一般巴西人都扶不起 那妳如果有一個老公是一個醫生 就是多好 多福利 妳的親友朋友們都生病了 還可以免費找醫生多好 所以在巴西醫生是排第一名的 只有一個人加那打 只有差 對啊 為什麼 對啊 不喜歡 不喜歡 就是跟大家不一樣 因為我們的醫生薪水很低 大概一個月1萬塊代幣 然後 怎麼可能 是真的… 然後如果他開自己的醫院好一點 因為他是老闆就有錢 但是如果他去打工 在那個公立的醫院 就完全沒錢 就是1萬塊 然後他們的工作的時間 也很不固定 就是電話一來了 你就要去 不管是生日 過年 就是他都不在家 所以我們聽到醫生覺得 好麻煩不要嫁給醫生 那你們有分那個 果粒跟私人的醫生嗎 有… 私人應該好一點 大概1萬5左右 也不會多 怎麼會這樣 好扯 是喔 當醫生 當醫生好可憐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 看你真正賺到的錢有沒有多 這個真的滿重要的 像是怎樣 我看七次醫生曹正是演的 那個是肝膽胰臟的外科醫生 肝膽腸胃 肝膽腸胃科 肝膽腸胃科 對啊 因為他有做所謂的一個 內視鏡的 對 手術 那個有錢嗎 有一些資費 有 那種很有錢 可是如果那個醫生是光頭 你願意嗎 你有沒有願意 他現在有名單 但是他光頭 為什麼光頭呢 醫生很超耶 唸書 唸書 過後見10個醫師 幾乎有8個醫生 都是沒有太多毛在頂頭上 壓力太大了 這個肚頭九個部 有錢 GGYM嘛 GGYM 那沒有戴帽子其實OK 他每天要戴手術帽可以嗎 可以… 對啊 手術帽 我就是想要看他 每天穿醫生的那個樣子 真的嗎 對啊 就幫他準備 你們喜歡看那個學生補 他喜歡看醫生 醫生…幫我治療一下 什麼的 對不對 我今天要講的這個案例 坦白講他已經是教授席了 我們把範圍稍微拉小一點點 我們從北北基陶的某一家 教學醫院 就是說那個教授 他本身有個人的私人的辦公室 幾乎我覺得所有的教學醫院 都會有 他們都會有配一個助理 對 據我所知 這個某教學醫院的教授 那個助理 原本的助理已經很老要退休了 大概差不多55歲他準備退休 因為又矮 又胖 又肥 那個教授 等一下… 這跟他有沒有要退休有什麼關係 他應該又矮 又胖 又肥 所以妳這個人又矮 又胖 又肥 沒有… 退休 因為教授有跟我講 我有這個疑問 我一開始就問說 教授你不能因為這樣子傷人好嗎 因為他又矮 又胖 又肥 他說不是 因為他來的時候 是一個小姐的身材 是一個 這個教授在這個教學醫院 已經待了超過快30年以上了 OK… 新的助理很快就來 他也差不多跟我描述一下身材 就婀娜多斯 然後整個有腰線 因為在那裡當助理有一個條件 就是要穿 有腰線 對 真的喔 貼身載裙對不對 對 然後他就說要穿貼身載裙 那一次我剛好下午 他們下午剛好沒著 我就剛好去找教授 結果呢 門一進去 其實我們大概就 摳摳摳就進去了 沒錯吧 也不會跟你摳摳摳 剛剛裡面有傳說 沒有 不會有這種事情 就是摳摳摳我們就進去了 那個門通常都很重 所以進去的時候 沒什麼聲音 可是教授的那個旁邊有一個屏風 跟助理是隔開了一個位置 就是教授在這裡 屏風在這裡 然後助理在這裡 通常助理離門比較近對不對 對 好 我一進去 右邊沒看到助理 沒錯 屏風你看 怎麼有四隻腳呢 然後 對 可是四隻腳有 那四隻腳不時的不在地上 所以有時候三隻 有時候兩隻 有時候四隻 數隻… 對 最多兩隻 三隻 我就覺得滿奇怪 可是其實我那心裡 大概有個底了 可是我在當下的時候 我同步實行 就是我右邊沒有看到助理 但是我聽到屏風後面 傳來聲音 女生是 然後男生是 後來我覺得不妙 我就慢慢的 再悄悄的 教授我來了 你還進去 你還進去 可是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屏風後面 就是 就聽到那個 整個下來 好像有一個煙灰罐掉下來 然後助理出來 因為助理我第一次認識 我說說新來的 然後大概差不多28歲左右 然後護理畢業的 他一看到我你知道嗎 頭髮弄一弄 短裙 是在 瞧一下 歪歪的 然後就這樣走到他位子上 我是屏風要 繞過屏風要進去了 然後教授就坐著 然後抽他的雪茄 然後我就這樣 他是坐著 我是站著 我就這樣 教授妳的 真的啊 我就這樣子 我就這樣直接跟教授講 教授說 什麼事 就很順手這樣 什麼事 哇 其實我覺得就是 沒有在怕 可是我覺得那個小女生 也很厲害 是因為教授本來 他就結婚很多 因為他算是有年紀的教授 但是醫院的確 很多地方滿隱密的 對 有一些隱密的地方 我們每次都有那個正宮 來找醫師 然後來說 我要送便當還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跟醫師死個眼說 那個夫人來了 然後他就假裝一直在看 同一片的S光片 不知道看多久 就說我在忙 我在忙 對 他就只看 就只看說我在忙 就要放桌上就可以了 然後就請夫人放在桌上 然後就請夫人回去這樣子 好帥喔 所以你們要通知就對了 我們一定要通知 是醫生規定你們要通知 就是要這樣回夫人 就說再忙 再忙 對 對 要不然就是有那種業務 因為有很多那種藥物 藥物的業務 對 藥廠業的 藥廠業務 只要他一出現 我們醫生立刻就說哪一個 然後就他們兩個就一起手牽 沒有手牽手 手牽手 走往密室裡 就不忙了 醫生就不忙了 也不用此理想了 逃脫喔 就是他們 哪一個密室 在醫院的密室 我們別家醫院呢 有分粉紅色走廊跟藍色走廊 我知道耶 對 別家醫院不是我們家醫院 然後他們就會通知那個業務說 你在粉紅色第三住的那個 就是凹槽處等他 然後就還要數一根 兩根 三根的凹槽處等那裡 那邊有什麼 那邊 有小房間 那邊有一個小房間 就是凹槽處等 哇 什麼 小房間 講錯了 你講錯了 我才愛你 裡面有床嗎 裡面有床是不是 斬鳥床 就是 斬鳥床 那他那個不用來偷信 本來是要幹嘛的啊 那個是一個男生的值班室 對啊 值班室啦 值班室常常有啊 在那邊做菜 做菜 炒飯啦 炒飯 炒菜 對 我的媽呀 然後或有一次還更經典 也是我學妹的醫院 是一個非常帥的男醫師 他就也是帶他朋友說 等一下會有一個朋友會來櫃台 叫我們護理師看一下 後來果不甄就有一個男性友人吧 長超帥 就是那種韓系的 然後有那種化 有點化妝 我們都覺得他是藝人 你知道護理師 因為太帥了 然後護理師看到一定會多看兩眼 然後就是誰啊這樣子 我們醫生就把他這樣帶進去 然後帶沒幾分鐘 男醫師 男醫師 他們是男男 帶男醫師 帶男友人 然後進去他們的男值班室 總共大概15分鐘到20分鐘 都沒有出來 可能練韓團的舞蹈啦 對 他們在拍抖音 他們在拍抖音啦 也是啦 他們在練16多 人家就動一下也要動一下 他們在拍照